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多 那么我们相信在场所有的朋友 包括我们正在学习的所有朋友 你们都很清楚 那么当我们的客人 对我们的产品以及品牌 没有深入了解之前 多少钱他都会觉得有点怎么样 多少钱有点贵 那么整体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要怎么办呢 各位来请看 我们的大屏幕 送给所有朋友一个什么 基本的语言实战套路 这个语言套路是要叫做 我们要想办法实行打岔过渡一下 各位过渡技巧很重要 我们前面认同过渡 打岔过渡 赞美过渡 铺垫过渡都可以 那么打岔过渡完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什么叫做电子导入 我们用电子来导入一下 第三点是强化我们的产品 与众不同的优势 最后一点 我们要想办法留下点怎么样 花头 留下点花头 留下点花头 大家说看看 什么是打岔过渡 什么是电子导入 什么是墙位 什么是留下花头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大语言法宝 叫什么 打岔技巧 和第四大语言法宝 叫什么 电子技巧 一个是打岔 一个是电子 一个是打岔 一个是电子 那么在开始打岔电子之前 各位 首先我们看一看打岔的 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定义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打岔的定义 各位什么叫打岔呢 各位 我们首先看看 所以打岔呢 我们也给它载个可号 叫做避开您的温柔 我们首先看看打岔的定义 所以打岔 各位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 定义有点长 但是很重要 所以打岔就是 在沟通过程中 如果遇到顾客 谈到一些敏感性的主题 敏感性的话题的时候 销售人员不按照对方的思路 展开谈话 而是用问题 议论 叙述等方法 打断对方的思路 将话题引导到 另外的线头上去 这是他的定义 因此老师 那什么概念 什么叫敏感性话题 就是当我们的顾客 跟我们购物量沟通的时候 当我们的顾客问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怎么样 这些问题怎么样 是一些非常敏感 什么样敏感 就是我们不能说 不会说 不愿意说 不能直接说 不能现在说 就是我们不能说 不会说 不愿意说 不能现在说 不能直接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各位很敏感 是吧 你一说 你就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呢 我不按照你的思路展开 我用其他的思路 打断你的思路 因为其他的技巧 什么技巧 就是问题意论系数 等方法 打断你的思路 把你这个思路引导到 我们想说的怎么样 内容上来 我们把这种技巧 称为打岔技巧 那么我们依然还是 运用我们这种 情景教学的形式 我们来看 看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叫做 毕老爷 那么通过这段视频 能不能总结出 其中的一种 打岔的技巧和方法 来我们看一下 这段视频 那么一边看 一边请受本思考 人家好 好在哪里 不好 又不好在哪里 是吧 那么打岔运用的技巧 是什么 来请看我们的大屏幕 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音频 各位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店里 进来的一个客人 这样一个男士 通过这个男士的神情举止 和他的装束 您觉得他今天 就像不像 今天就要出所买货的人 像不像 不像 今天一看这样 完全完全感觉 今天主要是干什么 以收集怎么样 产品 信息为主 就收集信息为主 所以他一上来说 请问一下 有没有风格 古朴一点的产品 所以我们这个点很巧妙 为什么巧妙 管他有没有 先把对方怎么样 迎进来再说 说有啊 先看一眼吧 来我们请问一下看 对方第一次问产品怎么样 多少钱 我们的店员有没有回答他 没有 先引导他怎么样 看旁边的 为什么呀 将他的注意力 引导到产品 关注上来 我们先看看这个吧 对方其实有一定要清楚 有时候对方说 这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有时候不过是 就如同说 吃饭了吗 叫做什么 口头禅 随口说的 是不是各位 很多是这样一个情况的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 当对方说 一时候 你不要太在意 先把我们的重要的销售 目标销售的过程 给他做下去 这次这样的 往下看 看中产品的功能性 还是款式呢 都有啊 都挺重要的 说请问一下 你是看中产品的功能性 还是款式性呢 各位 我们的客人怎么回答 说 都有吧 都挺重要的吧 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销售员 你立刻通过这句话 就很清楚 清楚什么 我们的客人 是不是专业人士 是不是 一定不是 为什么 一个人 只有他不懂 不懂得很 不懂和懂得不多的时候 他才拒绝选择 就开始活心 你一说 都挺重要的吧 都需要吧 一看这个人 通过这句话 你要心中有数 他就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来 紧跟着往下看 好 这款特点在于设计非常有蕴含 无论是线条 颜色 还是局部处理 都很有品类 格调超前 您看这款设计是来自意大利风格 那么根据对那个特点 获得对方这样一个沟通的时间和空间过后 于是马上就开始干什么呢 各位 马上就开始介绍产品 是吧 介绍产品与众不同的优点和卖点 来往下看 你看这边 这款橱柜的使用空间 比一般的橱柜大了15% 是吗 对了 先生 你贵姓了 这个男士很有意思 一进那店 那手都没停过 到处摸 到处看 挺主动的 是吧 差点被磕到了 请问一下先生 您贵姓啊 来看看这个男士姓什么 免贵姓B 姓什么各位 姓B 一听到姓B 来我们看看 这个店员怎么说的 B先生啊 我妈妈也姓B 是吗 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 我都应该叫你姓B老爷 哎呦 其实不讲 您这个 春晚很多了 这个小女孩赶快趁机 咋了个机会 就怎么样 各位 开了一个什么呀 玩笑说 哎呦 姓B呀 那按照我们家乡的风格 应该叫你姓 怎么样 你看B老爷呢 因为B老爷这个什么呀 春晚 谁说春晚 大家南白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怎么样 知道了 是吧 说姑娘你春晚看多了吧 嗨 开个玩笑 没事没事 各位要知道啊 这叫缓和一下氛围 是吧 拉近一下距离感 来请观看看 说买一套新房子 想找一点 古朴一点橱柜 为什么胡老师 这类重点强的这个古朴 一会儿请说 我们就知道 在我们很多消费者心目中 他对古朴 看他有没有概念 看看在这个男士 他认为什么叫做古朴 我想看 那装修新房子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 对了请教一下 您说的古朴 是人哪几个方面 古朴 这起码 咱们说这设计上 咱得轻盈点 是不是 他说古朴 是设计上要怎么样 轻盈点 问一下全场收入 这是古朴吗 这可能时尚吧 什么概念 各位 这个在中断卖场经常发生 我们的很多顾客 叫做不懂会怎么样 他会装 他会拿出一两个专业的词汇 来吓唬我们 如果我们被他吓唬住 就麻烦大了 他既然说古朴吗 这个设计上 你得怎么样 轻盈点 各位 你会发现 太有意思 来往下看 再说了 你多少有点 欧式的意义 他自己觉得 可能不合适 于是赶快补充了 就说有点那个 欧式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因为欧式的 都是什么样 古朴的 问一下前段 欧式的 是不是就是古朴的 欧式的 可不是古朴的 各位 来往下看 话说回来 这橱卫的东西 还是 不要以放 什么波尔特首 对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好像应该 主要以这些为主吧 那您的意思就是 物件要大一些 各位非常聪明 这个小鸟通过几个 这样提问 他发现 对方真正最最在乎的 其实是产品的 什么 使用空间 使用性 这是对方最在乎的 如果你没有找出 对方最在乎的 你会出问题 那这一款 真的挺合适的 这款 除非是我们公司 手机设计师 欧洲人设计的 非常古朴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店也 非常有意思 是吧 反正你也不知道 古朴什么意思 我就经常说吗 非常古朴 绝对古朴 一定古朴 因为你喜欢吗 那我就说 反正你也不知道 是吧 来玩一下看 而且空间利用力也很大 这块的多少钱 这款厨柜 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是可以零活选配 如果您的厨房很大的话 要换很多东西 可以加宽 您觉得这有宽度可以吗 这宽度倒是差不多 可以 可以 您再看看这双厦柜 分层很多 隔断也很多 工能完全 对了 你家这个是什么红柿的呀 有点欧式的 我发现这个男士 就两个词 一直在纠缠着他 一个是什么 古朴 一个是什么 欧式 一直纠缠不清 来我们就回家看 主要反正是 你暖色味 那真是绝派呀 这个颜色 不讲究风格 大概相当的好了 你以前听说过我们品牌吗 像是在电视上吧 反正你们做广告了 是吧 对呀 我们在很多家媒体 都做过广告呢 买橱柜啊 选品牌最重要了 橱柜的个性化 东西比较多 比较复杂 质量不过关的产品 后期会得来很大的麻烦 您说是吧 对对 这个店员很聪明 当他发现我们这个客人 听说那种品牌 了解那种品牌 于是他在品牌上怎么样 下文章打通了 是吧 就不断地强化 这种大品牌的重要性 这要强化你的优势 找这种机会 把你那个优势 不断地放大 这样才让对方对你 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 怎么样印象 这是很重要的 各位 来紧跟着往下看 这款多少钱 按照这种配置 我们的价格是这样的 各位问第几遍了 问了第三遍 终于怎么样 开始谈论我们这个价格来 于是老师 能不能一直不谈得下去 能不能 当然不能 一直不谈得下去 你总得说个价吧 你一直不谈也不行 但是当对方 对我们有一定的品牌好改 有一定的产品了解过后 这个时候还是要说一下价格的 好 这就是打岔的 这么一个视频 各位 在刚才这样一个视频中 打岔它运用了什么一种方式呢 各位来看看 如何运用这种打岔的侧应 有三种方式 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我把它称为什么 叫做转移打岔法 转移打岔法 第二种叫做询问打岔 第三种忽视打岔法 那一说老师 什么叫转移打岔法呢 各位 叫做按照逻辑秩序 在对方话语的基础上 抛出这种优先秩序的话题 进行谈论 从而可以顺利的实现转移 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我们后面会举几个例子 重点在转移打岔法上 也就能够做到什么 将对方的观点 转移到我们想要提的 这个话题上来 我们想要讲的内容上来 我们想对方了解 我们产品的优点上来 所以就按照逻辑秩序 在对方话语的基础上 抛出一个优先秩序话语谈论 从而顺利时间转移 第二种叫做询问法 这种方式 在座的所有朋友 包括我们学习的朋友 应该你们也知道 你们也知道 什么叫做什么 询问打岔法 各位 就是什么 针对顾客的话题内容 进行提问 我不回答你的内容 我是提问 了解你为什么这样问 你为什么这样想 了解你这样问 这样想背后的目的 和想法是什么 从而可以打断顾客的话题 转移到询问的怎么样 内容上来 这叫询问法 第三种方法 其实就是刚才 我们在视频中 怎么样 运用的方法 叫做什么 忽视打岔法 什么叫忽视打岔法 各位 来大家看一下 叫做一定要清楚 这是有前提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忽视打岔法 就是他说他的 我说我的 管他呢 那就错了 他的前提是什么 各位 从顾客的立场 忽视顾客的谈话内容 一定是站在对方立场上来 承受对顾客来说 更为重要的话题 各位要清楚 不是你说你的 他说他的 而是您觉得这个话题 你一说出来 更能够引起他的怎么样 关注和重视 对顾客来说 更为重要的话题 从而可以激起顾客的 注意和兴趣 从而让顾客 忽视闲钱的关注点 这就是忽视关注法 那么在刚才 我们整个视频中 用的就是这种 打岔的方式 这是三种 打岔的策略 策略 那么呢 其实已经送给了所有朋友 重点 刚才询问法 你应该是掌握了 忽视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 转移打岔法 那么什么是 转移打岔法呢 我们通过几个 终端店面的用语 来学习一下 来看看 我们一起给所有朋友 举了三个例子 三个例子 其中前面两个都是转移打岔法 我们首先看一下 好 看一下 来我们一起 来首先看一下 这个应用的语言 在中端的应用 转移打岔法 中端应用 第一句话说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是不是等您确定以后 我再来仔细地给您介绍呢 因为每一款产品 他们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这里面 他有个前提就是 可能这个顾客 一直在纠缠怎么样 纠缠某政策 于是我们的 我们的店员 就把他的关注点 从这个什么 对政策的关注 转移到 先确定怎么样 产品对产品的关注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句话 请所有朋友一定要清楚 你其他的可以不记 但是第二句话 真的希望您记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非常实用 他将对方对价格的关注 一下子就转移到 对什么的关注 各位 对产品关注 第二句话是这样的 说先生 价格是挺关键的 不过我们要先了解产品 是吧 先生 价格是挺关键的 不过我们要先了解产品 毕竟再便宜的价格 如果产品不合适 您也不会买 对吧 各位 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那叫入目三分 合情合理 地方想一想 也是 就是我价格再便宜 你还不会要的 你跟他先麻烦 送给你 你不要 是吧 所以还是要先看产品 从而将我们的顾客 对价格的关注 一下子就引导了 对什么的关注 各位 对产品的关注 所以第二句话 我希望全场包括我们正在学习的所有朋友 你一定要什么 记下来 而且每天不断去说 因为他可以把你 从客户对价格的关注 还没对产品关注之前的开始 关注价格上解放出来 一定要清楚 所以这是第二句话 你只要记住第二句话就可以了 好 这是打岔 这么在中端应用 这么一个应用 应用方式 我们学习打岔 各位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第四种语言技巧 我们来学习第四种语言技巧 那么第四种语言技巧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 叫做电子 那生老师什么叫电子 我们电子 我们也给他一个可号 叫做轻轻的我来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电子的定义 各位 电子的定义 电子的定义是这样的 所以电子就是 在跟我们客户沟通过程中 你提前架设好一座 伸向远方的桥梁 在跟我们客户沟通过程中 提前架设一座桥梁 那么这个桥梁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是 引导我们的顾客 向我们设定好的方向走过去 说白了 我们一会儿会感觉到 就是提前怎么样 把你想要的结果 进行一个很好的分析 然后你再来想 根据你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结果 它的套路是什么 它的步骤是什么 各位 这种方法非常的隐秘 而且是巧无声息中 会将我们的客户给拿下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 高超的电子技巧 为了让所有朋友 对他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又通过 视频教学的形式 来学习什么叫做电子 希望所有朋友 一边带着这个含义 带着电子的定义 希望所有朋友 一边带着我们电子的定义 一边来认真认真 看我们这段视频 叫做电子的视频 第一次见面 各位 在我们这段视频中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笑了 已经知道了这段视频 解显至什么 哪部电影 《非诚勿扰》 怎么样 《一》 是吧 《非诚勿扰》 在我们大屏幕上 那个戴帽的 那个家伙是谁 他正在干什么 相亲 葛优这个大龄青年 找不到什么 老婆 于是他在什么 在报纸上 刊登了一个相亲启事 其中有个女孩子 给他打电话 说要跟他相亲 就是这个女孩子 葛优以为人家是来相亲的 实际上在这里 很多朋友 你们已经明白了 这个女孩子 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卖墓地 接下来就会出现 很有趣的事情 看看这个女孩子 如何运用这种电子沟通技巧 一点一点往前推进的 往下看 第一次见面 对我印象怎么样 跟小女孩差不多 我其实不太关心人的外表 我看中的是人心 三两小姐父母的人 就算我没看上你 你也一定能逃到一个好老婆 各位 第一次见面感觉如何 这个小女孩 第一句话就开始了 干什么了 是不是开始引导了 各位 开始使用电子技巧了 说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怎么样 善良 孝敬 怎么样 父母的人 你看已经把这个观点 抬出来了 善良 孝敬父母的人 即使我没有看上你 你也一定能够 讨到一个怎么样 好老婆 他什么概念 各位 他把这个善良 跟孝敬父母 跟那个讨到一个好老婆 开始怎么样 天上的联系了 金哥呢 往下往下看 你还真是外表时尚内心保守 难得 看看葛优在看什么 你们可以看出来 葛优在看什么 看包 一个大男人看什么包 人在相亲 葛优在看对方怎么样 太对了 葛优在看对方生残 这是人性 知道吧 你得了解人性 您说相亲看啥包 来 往下看 你看 这明明是看人家身材 是不是 来 往下看 你父母亲 他还健在吗 父亲年前去世了 老母亲还在 我怕他身边有事 没人就回来了 你妈妈 好大年纪了 七十多了 你爸爸呢 俺总在哪个地方呢 八宝山 古灰堂存着呢 各位表面上 好像是拉家厂 是吧 是过渡聊聊天 实际上 这个女孩子 已经开始在偷偷地 收集对方的什么 收集对方的信息 判断对方 有没有买墓地的 怎么样 需求没有 葛优还不知道呢 来 请跟我来看 这个女孩子开始说 跟这个墓地挂上钩了 这个葛优心想 有没想到 这个女孩子还挺善良 挺孝顺的 是吧 她可能是这样想的 实际上 这个女孩子已经在暗示她 怎么样 作为一个孝子 要必须给父母准备好 什么东西 第一个 你看 这就是思维 一点一点引导 最后会找到一个共同点 我也看 我觉得 就得作为一个男人 要有责任心 要有小心 就算转你钱不多 这要是父母亲需要 就再说不行 各位请收朋友思考 这段话说的厉害不厉害 作为一个男人 要有责任心 要有孝心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责任心 没有孝心 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呢 不是 是吧 你看 已经开始说了 那么请收朋友思考 您说当着一个男人这样说 说 您是这样的男人吗 来我们进去看 说就算赚的不多 只要是父母亲所需要的 一定要再说 怎么样 不惜 各位 都在为后面做电子铺电技巧 来请跟我来看 这样的男人才可考 你诚实地告诉我 你是这样的男人吗 各位 各位又正在相亲 一个女孩子问他 你是不是这样有责任性 有孝心的男人 问一下前段时候朋友 即使他不是 他嘴上也会说怎么样 我一定是 即使他不再会这样说 那么看看葛优怎么说的 应该是吧 葛优这个家伙 比较狡猾 是吧 他想着想说 应该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 发现他那个内心 还不够怎么样 坚定 于是看看这个女孩子 什么反应 各位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 你爸的骨灰 还放在那么小的 一个小格子里 你妈咬谁去了 难道还让他们 两个老人家 都知道一个小格子里 清明节少母 你两个少子 上香的地方都没得 你说你这叫小顺吗 我给他们买墓地 不就行了吗 各位 可能我已经开始笑了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客人 已经怎么样 已经上钩了 已经咬上诱饵了 所以我给他们看 墓地不都得了吗 来往下看 不是花不起钱 不是没钱 一会儿都不好意思 砍价了 是吧 来往下看 我走那会儿 只有烈士才有目的 老百姓都存架子上 这点你放心 你要知道哪有 给我选一处 只要是风景好 我马上就办 咱俩要是走一块去 我连你的杯都先刻好 你看 一下子好几块呢 是不是各位 来往下看 保证不让你的架子上存着 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 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幼儿员 一看实际已经成熟了 可以怎么样 出手了 于是就开始切入了正题 说其实这是一种投资 你只要储三万块钱 就可以卖到一块 荒家风水的母地 三万块 也就是你 往外美国的一张机票钱 等国际的 同样的一块母地 就可以卖到三十万 到哪个时候 你得转着把它一卖 就可以转十倍 等会儿 我卖了 我妈我爸买哪儿 你可以买两块啥 还能做批发了 是吧 来往下看 你要是买两块的话 我们公司可以给大家约着 看看狗游的表情 狗游装面也没想到 明明是相亲 是不是各位 接着怎么样 谈到了母地 这跨度也太大了 是吧 这孩子还没生呢 来 请看往下看 问一下简单师朋友 买没买 买了 买了 来看看 第一次见面 来我们看看下面 看下面 到底买没买呢 各位 来 像你这么好看的 还是头一个 有一个还行 可他是为了推销目的一页 他不能算 剩下都严重不靠 那你买了吗 木地 买了 他据能说 给我架在孝子的位置上 下不来了 架在孝子那个位置上 怎么样 下不来 非买不可了 没面子了 来往下看 不买就成了大逆不道 媳妇没娶成 先买了一块木地 这话最经典 是不是各位 媳妇没娶成 先买了一块 怎么样 木地 好的各位 我们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也就是说 刚才这个女孩子 她就有高超的这种什么 电子运用的技巧 你说老师 那我这个电子 要怎么用呢 各位 在这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 实战的一个套路 顺给所有朋友 想运用好电子技巧 你一定要什么 是有一个基本的过程 各位 那么它分成三大过程 第一个要分成暖场 你得跟对方 各位目标客户 暖好场 那么暖场 当然有很多很多这种办法 很多朋友也会 在这里面的 胡老师呢 只是顺给所有朋友 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佛教上叫六根六成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 找一些话题 暖暖场 那么这个第一个叫色 这个色是指什么 各位 颜色 不是您想象那种色 这个色指的是颜色 第二个声是什么呢 声音 第三个香指的是什么 气味 第四个味 这个什么 味道 第五个处是触觉 第六个法是什么 规律 我们从这上面 可以找一些什么 话题来挪暖场 好 第二点 挪暖场 过后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寻找我们跟客户之间 寻找我们跟顾客之间的 一些什么 共同点 是吧 一些共同点 那么寻找哪些共同点 各位 那么大白话 我们也送给了所有朋友 我们是否 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是否曾经一起怎么样 通过窗 一起怎么样 下过香 一起扛过怎么样 枪 一起封过怎么样 张 还有没有 有什么 不说 一起怎么样 抽个烟 一起喝个酒 是吧 前段时间 在南京讲课 我说 还没有啊 一个女孩子说 有 我说有什么呀 她说 一起偷锅菜 我说偷菜 她说对呀 开心晚上偷菜呀 我说有道理 这也是怎么样 共同点了 一起偷锅菜 挺有意思的 那么关键是 这个垫子的用法 怎么用 各位 来我们看一下 叫做架设轨道 叫做轨道 第一个你要设定你的结果 就是你提前 这个客人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今天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今天只是让他对我们印象深刻 还是今天就交定金 还是今天就成交了 你把目的搞好了 目的确定好 各位 接下来你要思考 我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我采取哪些手段 哪些方法 所以目标进行一个定位 是吧 最后呢 展开一个右导 进一个展开 按照我们定位好 这样一个道路 一点一点往前怎么样 铺设 最后一个 时机一旦出现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怎么样 收口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在销售过程中 这种电子的 一种语言的一种用法 我们就学到这里 第二种配方 再来 一次 接下来 再来 再来